韓國問獎個性直接 竟讓瑤瑤覺得可愛 就我們之前有在韓國 就跟朋友騎坐計程車的時候 竟然呢 騎那個計程車司 他開車開一開 竟然翻過頭 跟我朋友問說他有沒有煙 然後我朋友當場傻眼 我朋友說他沒有煙 然後我也是想天啊 這太扯了吧 這韓國計程車大叔 他是不是有點 就是太沒有職業道德了 就怎麼會跟人家耀煙呢 結果我就發出 然後失去好像聽到了 他就默默的講說 因為我真的很想抽 我在後面聽到 瞬間覺得 好可愛喔 失去怎麼這麼可愛 因為他真的很想抽 我跟你講 我常常看你的戲 你好可愛喔 我說謝謝 這一段幹嘛呢 妳講這一段 依依在什麼地方 對啊 崔宥文嘛 我真的非常 而且那個 吳吳講大哥的 不知道為什麼是 都是兩個字還是怎麼樣的 我有一次遇過一個司機 我就跟他講地址 然後他就說 小姐妳住那裡喔 他就說小姐妳住那裡喔 我說不對 對 怎麼了 他就說 妳知道誰住那 我說誰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立刻 你知道我本來這樣 我就這樣立刻坐斜斜 很想怕他認錯我了 但是他說我長得像天心的時候 我真的衣服覺得很開心 我們來外面下面的 下面的啦 然後有沒有那個 你上車他不願意載你的有沒有 我有遇過 我有一次從 然後我在那個台北火車站 然後有一個地方要排隊 可以當那個司機 對 然後我記得有一個 我看到他 然後我也要上車 然後他這樣他揮揮手 然後就開前面一點 給後面的人坐 然後說 蛤 這個好奇怪 他怎麼了 我有做錯嗎 然後我去下一個 然後他也揮揮手 不理我 然後就給後面的人 我覺得很尷尬 我說 你是不是在天黑的時候打車 不是... 白天是白天的 而且 對 然後我發現就是 在台北有一些司機 他們會氣勢外國人 對... 不是...他可能怕語言沒辦法 沒有 他害羞 不會講英文 法比歐應該從來沒有碰過 你還沒有手 還沒招出去 紀念車就停了吧 沒有 我跟妳講 是... 為什麼妳們跟我 三發表差那麼多啊 公平的好不好 對 太厲害了 你手繞出來 他會直接撞你啊 繼續講 繼續講 沒關係 這是... 去年有一個女生 外國女生模特 來我的機器公司 然後... 她們都不會講中文 所以我們的公司 給我們一個發票跟機子 然後那天她想去旁橋 然後旁橋那個司機 經過一座橋 然後在那個橋停一下 然後叫她... 下... 下車 為什麼 下車 她吐喊 媽大 然後說 你們外國人 不能說中文啊 然後 回去你的國家 然後 離開 然後這個女生 是一個人 大概那個 腳上 然後開始哭 哭哭 然後別的 騎乘車來 然後幫他去 警察 好可憐喔 真的很可憐 太誇張了吧 太誇張 對啊 真的少數啦 少數啦 我坐那個市民到達那邊 然後我要那個小巷子進去 長安東路小巷子進去 然後差不多100米之前 已經跟那個之前在的人說 世君先生 下一個紅瘤店有掌喔 他都不回我 然後我想說是不是聽到 然後再講一次 50米的時候 有掌喔 有掌 對啊... 然後我說好 結果他... 我不是跟你說幽轉 然後說 蛤 什麼... 妳講話不精緻 聽不懂啊 對啊 妳說什麼 紅瘤店有掌是什麼 什麼 躲 躲吵 紅瘤店右轉 Town right Town right 你英文沒有比較標準 她是對的 Town right 你講英文沒有比較標準 Town right Town right 她是對 Town right Next to Town right Town right OK 右轉 而且我自己右轉 自走右轉 還聽不懂嗎 不是 你山東腔太重了啦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他講這個事情 讓我想到一件事 我有一次坐一台計程車 然後一上車 司機就問 大概開了一分鐘司機會說 那你今天吃飽了沒有 我說蛤 我吃飽了沒有 怎麼那麼關心 我說我吃飽了 然後那司機叫 喔... 然後又走... 那你等一下要去哪裡 我說蛤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要去工作啊 然後他說 喔...好 他就這樣 欸... 然後再下一個 欸... 你最近到底好不好 我說 怎麼又問我最近好不好 對啊 我說我還不錯 然後一轉頭 沒有啦 小姐 我在講電話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真的有遇過 真的很真心 關心我的司機 我有一次 就是好像是一個 跟男朋友吵架的狀態 然後一上車 我就還在嘻嘻嘻嘻大哭 然後呢 我就 麻煩你 我要回天母 這樣 就還在哭 就... 還在哭 結果那司機就說 小姐 你是不是要衛生紙 我說 我也是要衛生紙 然後拿一整包給我 然後呢 突然間那司機非常帥喔 他就突然間 自己拿了一包煙 點起來 他說小姐 我跟你講 以前的人喔 分手喔 都是女生在受傷 你現在我們這些現代人 你知道誰會受傷嗎 我就說 誰 誰會受傷 他說 傻眼 認真跟你了解 他好 他好認真 那通常我那一段路程 大概就是兩百塊 就會回到家 哇 那天為了他要告知我 這一切的一切人生大道理 我做了六百耶 我覺得司機 其實那司機很常會 放感情在身上 有感情 我們很常就是 比如幾個女生上次 他就會聊天嘛 比如說 比如說他可能講說 他男朋友怎麼樣 我說對啊 他昨天不是沒回家 那一定有一定有問題嘛 那你真的還不去查他 你什麼 就講來講講 志祺先生說 他們其實都有在聽 他都有在聽 他很容易放感情 他想要跟你聊 真的想幫你解決問題 很認真耶 我也遇過一個 就是我在車上接電話 因為我從淡水坐車 然後淡水是一個小地方 所以大家那個無限電話 互相講說 這裡有一個女生失戀 然後呢 所以有一次我就反正我上車 這個司機就跟我聊天 我就 他就說 你男朋友為什麼都不來接你 我說沒有啊 就是我自己坐車出門上班 他說你男朋友都不接你 我跟你講 他下次會來接你 你叫車的時候 我會派他來接你 然後我下次真的坐到那個人車 那個人就有一點點木辣 他說 不好意思小姐 我就是上次某某司機 推薦給你的那一位 然後他就說 我現在30歲 然後我還沒有結婚 然後我一個月收入多少 真的假的 他每天都會來接你 我跟你講我後來就不敢再叫 因為那個 不敢再叫同一家的車隊 因為我會有點害怕 好害怕喔 可是他們是發自內心是好人 只是還是有點懼怕 覺得怎麼會這樣 我們剛剛大家講的都是那種 正常在跟你聊天的 比如說關心你的生活啦 或是政治的 他們都是熱切的在關心 我遇過一個 這是我人生當中 第一次覺得我有生命危險 我一上車 然後那台車就是手排車 所以就是有 滿嚴重的那個油的味道 然後就是一個 我猜大概50歲左右 然後開來開來開來 他就說 小姐妳有空嗎 我說 怎麼了嗎 他說我給妳看 這是我的傳單 傳單 他就印了好幾張傳單給我 他就說我告訴你 拍是我發明的 拍就是那個數學的 少年拍 3.1 4.1 4.1 5是他發明的 對 他說拍是我發明的 現在台大的人 對 他說現在台大的人都在追殺我 我因為拍 然後贏了好多好多的股票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就 因為是這樣開車嘛 然後我就想說我要 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把傳單放在那個椅子旁邊 他說 他就立刻回來說 你下來看 你下來立刻看 就這樣一路嚇我 然後那天我的路程滿遠的 因為我要從TM 一路到飛碟電台那裡 然後講到後來之後 我要把手機拿起來 我想說我是不是應該要 傳個訊息給朋友 告訴他們說我在這台車上 他說 你現在要幹什麼 你不可以告訴警察 我在這裡喔 好可怕喔 他就一路這樣子威脅我 直至到我要下車的時候 我想說我要立刻把錢丟了 然後就趕快跑 結果他就說 不行 你傳單沒有拿 你現在要給我把傳單拿起來 我要拿了傳單才可以下車 很恐怖 這個應該也是算個案吧 我當下真的眼淚都要飆出來了 不是那麼多人會發明拍啊 拍拍是只有一個人發明 可是我告訴我 有另外一種是開很慢的 也是很好而已 因為有一次我在板橋要回家 就是回老婆男家那邊吃飯 然後很趕時間嘛 然後因為在捷運出來 你不管你坐公車還是坐計程車 都是同一個路線嘛 然後於是趕時間嘛 所以我就想說我坐計程車好了 那我就上車 然後那個司機開得好慢好慢 大概只有40左右嘛 那我就說 欸 司機不好意思 可以就是趕時間嘛 可以加速一點嘛 他說喔 好... 然後看到那個 欸 45 50 然後我就想喔 好棒 然後我就是一直就是喝擠的 然後看著外面的窗戶 看公車一台一台 就一直超過我們 你會不會到時候看到有人 爛跑路跑跑 超越你車的 超越你車的 早知道我坐公車就好啦